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放暑假了 却要待在家 好聊 阿嬷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现在天气那么热 还是待在家里看电视吹冷气 比较实在啦 那阿嬷可以跟我玩食物去啊 哦 阿嬷老了 还是别运动比较好 不然跌倒 那可就不好咯 不运动就不会跌倒 是很多长者的迷思哦 但其实运动啊 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量 减少骨质疏松的机会 而且还可以减低整体跌倒的风险哦 阿嬷那我们就做不激烈的运动就好了 你说好不好呢 哎呦 阿嬷的膝盖不好 运动运动真的不行啦 别让膝盖不好成为不运动的理由哦 运动啊 可以帮助维持关节的活动度 而且呢也可以帮助长者维持健康体位 预防三高以及心血管疾病哦 医生什么是健康体位啊 嘿嘿 这个问我就对啦 其实我们去计算所谓的标准体位啊 有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身体质量指数BMI 那BMI怎么算呢 就是你用你的体重去处理身高 处两次 那这个单位要用公尺计 这样子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 如果是在18.5到24中间 这就是我们标准的体位了 那该怎么运动呢 长者如果怕受伤 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运动开始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些简易的运动吧 第一项 伸懒腰 家中长辈可以先利用伸懒腰来进行暖身 先将双手交叉 掌心朝上 缓缓的向上伸展 一舒展上肢 可以的话 在左右弯腰进行单侧的伸懒腰 伸展腰侧肌肉 每一个动作可以做个10下 第二项 坐姿站起 主要是将双手平举于胸前 从椅子上 站起来再坐下 可以做10次后休息2分钟 再继续2到3个循环 这个动作也可以评估长者下肢的肌肉力量 也可以帮助训练身体的协调力哦 如果平衡感不好啊 就可以扶着椅子 站起来再坐下 另外呢如果是膝盖不好 你就可以先从坐姿抬腿开始 把双脚左右轮流屈膝抬脚 训练大腿肌的耐力 也可以维持躯干稳定哦 哦 简单啦 这样的运动哦 我的确可以随着这样做下去 诶 医生啊 老了以后 我牙口不好 吃了很少 我这样运动下去 是不是要变纸片了呢 没问题 教大家4个美味的小佩卜 包准大家吃的健康又营养哦 第一呢 每一餐的蔬菜以及饭量 可以比拳头还要再大一点 并且把蔬菜的这个粗纤维给去除掉 然后让它煮烂一点 这样子入口也会比较容易哦 第二点 豆鱼蛋肉一掌心 如果觉得肉啊比较难嚼的话 我们可以避开筋的部分 或者是你可以把肉切成肉丝 那另外的食材呢 就可以用豆干啊 蒸蛋啊 或者是鱼肉 来补足蛋白质 而且也比较好入口哦 第三点 每天早晚一杯奶 除了可以补充蛋白质 也能帮助补钙 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如果排斥喝牛奶 可以将芝麻跟豆浆打在一起 这样子啊 钙跟蛋白一样可以同时补足哦 第四点 吃饱吃够 我们可以以少量多餐为原则 并且在餐跟餐中间呢 可以加点点心 来吃足热量 诶 原来这么简单哦 对啊 利用均衡的饮食 以及规律的运动啊 来维持健康体会 就可以享受热灵好生活 阿嬷游客都说要多浴豆了 我们来做前期没浴豆吧 但是每天都做同样的运动 感觉有点没动力了啦 谁说运动只有那几招 蛤 宝贝要维持健康体会 除了在家简单运动以外 日常生活其实也很多动作 可以维持好肌力哦 怎么说 阿公阿嬷可多出门去买菜 提购物袋 也顺便训练手臂肌肉 到附近公园和朋友或孙子 散散步晒晒太阳 也让双脚多动动 于家中晾衣服高举双手 可以伸展肩关节 避免关节僵硬哦 动动生活维持健康体会 让台北市陪你一起更健康 漂亮 漂亮 感谢观看